欧正维基今天又出现了变化 记得在星期三的时候 我们曾经focus 当时俄罗斯有部分的军队撤军回基地 俄罗斯还发布了撤军影片 但美国始终不信 他们认为俄罗斯这叫虚晃一招 结果美国的情报今天发布 俄罗斯还有15万的大军 是包围着乌克兰的 而且俄军还增派了7000兵 这怎么叫撤军呢 虽然在美国只称的2月16号星期三 俄罗斯还好没有行动 但是指控乌克兰政府军 已经对东部的亲俄叛军开火 乌克兰政府就否认 所以最近很多消息非常的凌乱 到目前为止 我们确定的是还没有爆发战事 我们回顾一下 就在这短短的7天之内 上个星期四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开始展开10天的联合军业 他在南边派出军舰 这就阻断了乌克兰进出黑海的通路 北东南三面包了乌克兰 星期六拜登跟普京通话 超过一个小时 双方是没有任何交集 但是至少是有对话的姿态 新起来 俄罗斯出现一点点转环 普京跟外长连妹开电视实况转播 表明愿意跟西方进一步谈 大家觉得很缓和 昨天俄国说撤回了部分军力 南部跟西部完成了演练 那么其他大规模军演 会按照时期完成 但是今天美方的情报透露 俄罗斯依旧15万大军包围了乌克兰 而且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联合军业照常进行 按照美方的观点战事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 欧乌危机真的随着俄军后撤缓解了吗 2月16日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 在距离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近6公里处 有座崭新的军用浮桥 卫星照片也显示在黑海附近 与俄乌边界仍有大量俄军部署 美国情报指出 俄军不但没有向普京宣称的后撤 还增兵西迁 我们只认识了乌克兰加了7000兵 近来的坡坡在最近的日子 这就反正在乌克兰的评论 乌克兰在乌克兰 那些兵会被拘捕回来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没看到任何评论 的距离在地上 NATO不是一个伤害到Russia 我们仍然准备在讨论 显然北约盟国都不相信普钦真的会撤军 但若随时会开打 第一枪将开在哪里 俄国国会早在2月15日为此事扑梗 表决通过请求普钦承认 乌东两块亲俄区域 盾内刺客与卢干斯克是独立的国家 之后俄国新闻社就报道 乌克兰政府军在台北时间2月17日上午10点半左右 对卢干斯克地区开火 两军互相指控对方用迫极炮与手榴弹攻击 希望俄国保护 乌东两自治区甚至有数十万居民已经申领俄国护照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 乌东这两块亲俄地区与乌克兰军队内战 在法国和德国斡旋下停火 两次明斯克协议认定这两区有广泛自治权 俄国认为乌克兰没有落实 保护乌东居民是否会成为俄军开战借口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将在本周末举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碰面 但乌克兰是否会得到具体有力的军事援助呢 就算只对俄国经济制裁也是全球要一起付出代价 俄罗斯是产油大国 一旦开战可见的未来从汽油到机票价格都将飙涨 响应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呼吁 首都基辅民众聚集体育场 庆祝2月16日团结日 拉起长长的蓝黄两侧巨浮国旗游行 当地居民显然也不相信俄国会撤军 小学学童也在老师指挥下进行防空演习 躲进地下室 巴西总统也被视为应变的超快的领导人之一 曾经紧贴川普大秀亲美姿态的波索纳洛 现在把巴西国内土石流灾情抛在脑后 前往俄国访问 希望促进双边贸易 波索纳洛与普京似乎相谈甚欢 行前完全不顾美国劝阻 也不怕破坏于北约盟国的关系 会后普京宣布将协助巴西增建新的核能电厂 敏感时刻狂贴俄国蹭热度的 还有维尼瑞拉总统马杜洛 宣布欢迎俄军来部署 维尼瑞拉总统马杜洛表示 两国军事合作已经谈了一个月 承诺排版定案 规军俄乌边境同时也拉拢南美盟邦 普京的淡定甚至惆怅满志 让美国与北约盟友难以摸清他的心思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